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284集,景中捞月 老朱雀坐在湖边,睁开双眼,默默地望着汪林消失之处 许久之后,惊声道 你代老祖,你始终觉得他不是我朱雀一族之人 即便是他通过了试炼,但弟子相信他是的 我没有听聪宁的吩咐,擅自传授了他朱雀最强之术 因为这本就是他应该在试炼结束后获得的 火雀族圣地内,刘金彪被无数支线缠绕 齐厉的声音回答,那许厉国更是吓破了心神 积极召唤王林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没有阻止许厉国的行动 而是说出了三个字,有意思 就在其这三字出口的刹那 许厉国所化的箭直风暴内,轰宁惊天而起 仿若有一股力量从虚无内浩荡而来 借着许厉国所在之处的定位 从茫茫的星海内,找到了其所在之处 生生地将那风暴撕开 风暴轰鸣之下 其内深处,仿若有两只无形大手 从虚无穿透 如撕开铁板一般 向着两旁狠狠的一程 轰隆隆的声响,骤然就回荡天地 却见那风暴从中间一风为二 崩溃开来 在那崩溃中,一道巨大的裂缝 出现在了此地天空 裂缝雷光闪烁 更有火焰滔天 王林的身影从其内一步走出 一头白发,一身白衣 王林双目隐藏了惨虐之色 走出的瞬间 一眼向着那七彩火焰内 潘息的身影看去 长尊 那七彩火焰熊熊燃烧 其内深影似睁开双眼 露出两道沧桑的目光 落在了王林身上 我记得你叫做王林 模糊的声音呢 在这天地起伏不断 正是 王林不再隐瞒身份 身色更为暴虑 开口之时啊 其右手一挥 顿时就有雷图与九色火焰 幻化而出 直奔许立国 一卷之下 许立国顿时就回到了王林 楚空间内 那雷图轰鸣下 带着九色火焰 更是临近了刘金彪 弥漫之中啊 化作一只闪烁雷霆与火焰的大手 抓住刘金彪 猛的一转 却是把刘金彪从那无数触手内挣脱 送入储物空间 他这番行为 在那七彩火焰内的虚异 没有阻止 很好 本尊在你身上 看到了青林 清水 还有那司马墨的感觉 你明知本尊在这里 还敢来此 想必 是那一代老朱雀 给了你胆量 又或许 你觉得本尊重伤之下 这些年来 始终没有恢复 让你起了亏似之心 正是 亡灵眼中杀鸡一闪 暴虑之色更浓 整个人向前一步迈出 直奔其火焰七彩而去 其左幕九色火焰暴增 轰然就直接从墓内闪烁而出 化作一片九色虚幻之火 形成一股风暴 直接袭击 有幕雷光一闪 雷图再现 九色伴随之雷环绕 化作九条太古雷龙 更是在那雷图内 隐隐出现一道裂缝 这裂缝通往太古雷界 左手掐绝 前行中一指天地 却是此界内 顿时就有草木之乡 骤然弥漫 星空中 幻化出无数森林 轰然间那万古木林 凭空坐起 低吼下扑向七彩火焰 更有血光滔天 化作呼啸 随着王林一指 血剑急速冲去 甚至在王林的双手掐绝之下 其全身修为 轰然爆发 弥漫四周 形成一股冲击 轰轰临近 这一切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 坏得不可思议 转眼下王林就展开了几乎全部的神通法宝 向着那七彩火焰展开了攻击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成效 其笑声透出苍脸 你判断的没错 本座的确重伤未愈 但你送来天女 却是给了本尊痊愈的希望 那身影抬起右手 其右手看不清仔细 但却可以模糊地看到 其上又开脚 本尊修道至今 太多人恨我入国 但最终 却没有人可以亡我 你虽优秀 但还没有资格 本尊只出一数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 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一撞 天地此界 可看成一景 死阴一出 整个星空轰然一阵 下方出现了一片波纹涟漪 一股水气弥漫 却是这星空转眼之中 就被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扩散 化作了水面 若从至高之处向下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水面呢 赫然就是一口井 井中有万物 你知一切神通 一切法宝 即便是你的身体 也在这井内存在 成为水面的星空 在阵阵波纹之下平静下来 在其平静的瞬间 却是将其上方的一切存在 均都倒映而出 那水面呢 映出了亡灵的火焰风暴 映出了它的不灭雷徒 映出了万古墓林 更有那在正中间呢 身影夺目的亡灵之身 这诡异的一幕啊 若是有外人看到 定然会心神震撼 那水面倒映出了一切 唯独没有七彩火焰 再一看到 几乎分不清 到底水上是真 还是水下为实 更是在这一刹那 王林的身子 顿时就停滞在了半空 不仅仅是他的身子停顿 就连那所有的法宝 也全部都停顿下来 仿若其魂 被那水面射去 王林清晰地感受到 那星空化作的水面 存在的身影 仿若就是自己 那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 但却极为真实 本尊这一世神通 便是 井中楼月 井中本无月 即便是出现了 也是倒映天空之夜 但在那七彩火焰内 身影的话语中 却是变成了一股 惊天动地的 大神通之术 井中捞月 在这话语出口的刹那 七彩火焰内的身份 其右手放下 隔空向着下方的水面 随意地一捞 那水面顿时就有波纹回荡 但见其内 倒映的王林身影 赫然就在那手臂一捞之下 凭空地被捞起 捞起的不止是水 而是一个正在挣扎的王林 只不过这个王林呢 其双眼内充满了暴虐之色 王林心神一宁 老夫看那井中的月色很美 也想要拥有一个 现在我拥有了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 右手捞回终了 被其抓住的那个王林 死死地握在了其掌心之内 他 就是你 七彩火焰轰然燃烧 向着四周弥漫 露出了其内 那模糊的身影 更是露出了其清晰的相望 一个面色苍白 但目中平静如水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很是英俊 更有先锋到过 他没有去看王林 而是平静地望着 被右手虚空锁抓之中的王林 你看 杀你 其实很容易 这中年男子身上 穿着一套灰色的铠甲 这铠甲样子极为古怪 好似长在了其身上一样 与肉身不分彼此 井中捞月 捞出的试魂 看来 你真的受伤很重 王林缓缓开口 其话语说出的瞬间 他神色没有了之前的半点暴露 而是一片平静 那正抓着从水面捞起的 王林的中年男子 却是眼中立刻就有一芒一声 在他这井中捞月之树下 一切被倒映之人 将会失去全部肉身之力 绝对不可能再开口说话 但王林的话语却是清晰地传入脑中 就在王林话语说出的同时 他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抬起 翻手一挥 却是一片朱雀之雨 骤然就出现在了其手中 第一挥之下 那羽毛立刻就散发出 惊天火焰 这火焰横扫 直接就笼罩了死界天空 一眼看去 天空成为了火海 轰轰之声 疯狂地回荡起来 使得这天空的火海 骤然如愤怒一般 剧烈地燃烧 那中年男子 右手狠狠的一念 被其抓着的王林那 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却是全身轰然崩溃 彻底死亡 王林身子一颤 面色顿时苍白 但其身子 却是没有半点停顿 右手抬起 抑制天空 按照一代老猪雀 传出的口诀 低鹤道 五六代猪雀 以则流雀语 唤我猪雀一族猿林 从那古老的太古界内 降临 天地轰鸣啊 在王林话语出口的瞬间 那中年男子 猛地站起身 目光一闪 冷漠之音传出 本尊的确小看了你 你居然在来此之前 就准备到了如此程度 一缕魔魂代替本身 好 好 王林一语不发 他来此之前 与天韵子之魂融合 展开了疯狂的推演 如当年与水稻子一战前班 他隐隐看到了一丝 模糊的迹象 这模糊的迹象 是一场生死危机 这危机与魂有关 王林一生闲走 凭的就是机灭 与谨慎 他既然敢算计 重伤的掌军 便自然要准备完全 甚至连退路 他都已经准备了很多 为了以防万一 他索性将那古魔魂 抹去神志 将其与自身魂魄替换 让其成为他本尊之魂 那井中捞月之士王 极为霸道 威力更是惊天一般 但其所捞取的 却是那古魔魂 而非王林之魂 以魔魂代替本魂 也唯有王林这古神 才可以做到 若是换了别人 断然做不到这点 就算是修为高出王林 在这井中捞月神通下 也要崩溃 且会被人察觉 但古魔 古神本是同源 如此一来 就可完美替换 另外 也是那长尊重伤未愈 更是小看了王林 否则的话 王林也不会成功 但即便是失败 王林也已然想好了退路 断然不会鲁莽的就来这里 死客抓着这王林创造出的机会 在那七彩火焰内 男子法术失败的瞬间 王林毫不犹豫地 拿出了一代朱雀锁字 杀三代孽雀的至宝雀鱼 满天火海之中 在王林那幻朱雀园林话语出现的刹那 天空的火焰沸腾爆发而起 滚滚火海 急速云涌 更是在其正中间 也就是王林的上空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火焰漩涡刚一出现了 就仿若化作了黑洞一般 似开启了通往一个神秘世界的大门 在那漩涡黑洞出现的瞬息 一声朱雀之音 轰然间就从其内咆哮而出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